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小五 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21日 以国家安全关切为由 将中科曙光和江南计算机计算研究所等五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禁止他们从美国供应商采购零部件 相关决定于6月24日生效 这时期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后 美国对中国企业采取的又一起单边制裁行动 此次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主要业务与开发超级计算机有关 超级计算机为何备受国际关注 我过的超算进展如何 本次我们来聊聊这个问题 超级计算机功能最强 运算速度最快 储存容量最大 已经成为当今世界高端信息领域的战略制高点 甚至是高科技的支柱产业之一 不仅对国家经济发展 社会科技进步方面具有极其重大的促进作用 对中国国防领域的意义是重大 也不亚于两单一星 首先超级计算机的生产和发展始于战略核武器的研究 它的现状和未来预示着战略核武器的现状和未来 核武器试验和计算实在太过于复杂 美国在1964年研制出的CDC6000超级计算机 就是直接应用于其国防领域 现在美国能源部有五部超级计算机 专门用于模拟核试验和核武器研究 所以衡量一个国家核能力 光看核弹头数量远远不够 一国超级计算机核试验情况也是一个重要的评估标准 以日本为例 它虽然没有核武器 但是它是紧随中美之后的第三超级计算机大国 完全有能力偷偷的进行核模拟试验 其实在武器装备设计和制造方面 超级计算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而且不可替代 传统上对坦克装甲车和战机 战舰以及战略导弹等诸多装备性能的分析和验证 都需要通过实际操作试验获取数据 不仅花费大 危险系数也不小 现在只要在超级计算机上模拟实验 就能有效解决这个难题 2007年到2015年 美国国防部投资了20亿美元 通过研制超级计算机 对武器装备的流体力学 空气力学 以及空间和海洋环境特征的建模和仿真 2013年 美国在怀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 新型信息技术中心公布 美国空军运行最快国防超级计算机 游宁 运算速度高达每秒1.5千万亿次 第三对现代战争设计及理论开发意义重大 在现代战争中情况十分复杂 制约因素非常多 一个马蹄钉可能影响一场战争的胜败 所以各国均建立起各型作战实验室 进行战况模拟 其中一项就是接触超级计算机技术 2004年 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的联合实验部 采用具备标准并行端口技术的 超级计算机模拟城市作战 此外 在美军太空和网络空间的 施理服系列演习 以及联合远征部队实验多国实验3 激进铁锤作战实验 都能看到超级计算机的影子 第四有助于情报获取分析破解密码 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侦查情报部门 掌控和使用了很多超级计算机资源 比如犹他州数据中心 田纳西州橡树林的多项目研究中心 马里兰州 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总部等等 克雷公司与美国国防先进技术局合作 为美国安全局设计了被称作雪崩的超级计算机 超级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平台融合之后 在未来战争中甚至会取代人类的决策 无人化战争的延伸甚至是自主式战争 特别是深度学习的AI超级计算机 取代人类的大佬的趋势指日可待 比如说超级计算机原始军事 服务军事 超于军事 在所有的国防和军事领域无所不能 武器装备研制生产 作战模拟和实验 战争指挥控制 防空反导 气象保障 军事通讯加密 军用新材料无所不包 因此超级计算机 堪称一座人造宝矿 无愧于军中最强大佬的称号 强者制定游戏规则 在高科技领域 这也是一条公认的定律 新中国建国不久 白费带新 美术垄断了核武器和航天技术 并到处挥舞核大棒 正如毛主席所说 在今天的世界上 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 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在这种环境下 尚处于一穷二白的我国 成功研制出原子弹 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 极大的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处境 然而两弹一星计划取得成功后 我国尖端科技的发展 却被超级计算机卡住了脖子 1976年 美国率先掌控超级计算机的核心技术 可实现每秒一次计算的 Cray-1超级计算机 成为世界的新贵核范版 在1978年的 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明确指出 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 不能没有巨型机 随后他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国防科技大学 在我国计算机行业 有一个被称为玻璃防止的顶户 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在八桶协议框架下 西方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封锁 其中就包括超级计算机 为了开拓石油勘探工作 当时的中国石油工业部物摊局 花天价购买了一台IBM大型机 然而为了防止中国人将高性能计算机 用于非民用目的 美国提出了非常苛刻的附加条件 把机器暗放在一个中国人 不得入类的透明的玻璃屋子里 以方便美国专家24小时监控 监控日制 还要定期上交给美国政府审查 之后中国政府还多次花高价购买 IBM SGI的高性能计算机 其维护费用动辄上千万 当然美国对机器进行了功能上的种种限定 为了打破这种封锁 歧视与屈辱 以持云贵叫作为代表的第一代科研人员 经过五年的奋战 于1983年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 一次巨型计算机 银河一号毫不夸张的说银河一号是我国的蒸汽机 它打破了国际超级计算机的高技术封锁 使我国成为继美日之后 世界上第三个能够自主研制 巨型计算机的国家 1986年千万亿次高性能超级计算机 进入国家八六三计划 在国家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中国超级计算机如木春风 银河系列 天河系列 曙光系列 神威系列 升腾系列 成为中国超级计算机发展的一道风景线 性能不断跃升 根本停不下来 2005年 中国超级计算机运算速度突破10万亿次每秒 此时 新一轮超级计算机竞赛 在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展开 拉开了超级计算机的三国时代 2010年 为了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 天河一号采用了创新的系统架构设计 运用核高级专项支持研制的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系统运算突破千万亿次 综合性能位居全球第五位 然而从2011年到2012年 在短短两年时间里 日本的超级计算机金 美国的红杉和泰坦等超过了天河一号 这给起步晚技术基础相对薄弱的中国超算事业 带来了巨大压力 于是深感时间紧迫的天河团队再次发力 2013年 研制出天河二号 以每秒33.86千万亿次 连续6度称雄 中国人在超级计算机领域上取得的飞速进步 似乎是美国尝到了担忧的职位 2015年 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决定对中国四家超级计算机中心 竞售自强计算卡 其理由是 使用了两款英特尔微处理芯片的天河二号和天河一号A系统 居信被用于核爆炸模拟 中国国家超级计算机长渣中心 广州中心 天津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四家机构 被美国拉入了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的黑名单 被列为管制出口对象 然而正所谓塞翁司马 研制非福 虽然美国的计算机芯片禁运 直接影响了天河二号的升级计划 但是这也给中国超算加快自主创新 注入了一支强星剂 仅仅使用了14月 我们就成功研制出了堂堂正正的中国星 神威26010综合处理器 并且由40960个中国星 同时工作支持的神威太湖之光 发起绝地反击 登上了世界超级计算机的巅峰 当然中国人在发展的道路上永不止步 2017年1月 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牵头的 一级高性能计算机原型系统 研制项目正式启动 标志着我国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 步入实际研发阶段 总结起来 中国超级计算机实现成功突围 主要可以归功于以下四个方面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 制度优势 由池云贵教授团队 弊军团队 神威团队 这样一批具有国家情怀的研究人员 探索一代 预言一代 研制一代 装备一代的可失去发展体系 始终坚持自主创新 敢于打破国外超级计算机的 技术标准 垄断与封锁 在发展思路上 中国超级计算机与外国截然不同 欧美国家先考虑需求 再研发制造 而我国先提供性能 再考虑实际使用 可以说中国超算取得的成绩 对于美国政府和研究机构来说 触动很大 神威太活之光的问世 促使美国加大投入研发 新一代超级计算机 2018年6月8日 美国能源部下属项素领 国家实验室正式宣布 已研发出取名顶点的超级计算机 浮点运算速度峰值 可达每秒20亿亿次的超级计算机 其运算速度是 神威太活之光超级计算机的近两倍 这表明 中国超算连续五年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 被美国替代 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全球超算强国都在加快布局下一代超算 新华大学教授 国家超级计算机无锡中心主任杨广文 透露一级超算 被全世界公认为超算界下一个世界冠军 他将在解决能源危机 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领域发挥重大作用 下一个冠军是谁也不好说 难以确定 从1978年 邓小平指出 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 不能没有巨型计算机到现在 近40年过去了 在超级计算机领域 中国从模仿者华丽变身为世界领跑者 与之共进的还有我们的国防建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过去五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国防和军队的各项事业 均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 党的19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未来30年三步骤的宏伟蓝图 确保到2020年基本实现机械化 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 力争到2035年 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 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从从可见 在这条中国特色的强军之路上 超级计算机在以下三方面大有可为 首先加强软硬件开发与运用 把最强大佬打造为战略中枢 以超级计算机为基础 建成国家战略级战区战略级指挥所 国家战区战略级指挥所 是针对比我双方事态的控制中枢 设计要素非常多 而且关系复杂 需要超级计算机的支撑 超级计算机的介入 可以实现国防决策的智能化和自主式的指挥 以超级计算机为基础 建成国防战略级试验中心 强大的计算能力服务于国防试验 可以更好地进行作战理论 武器装备 作战方案编制体制的研究论证和创新 更好的服务未来战争设计 以超级计算机为基础 建成国防战略级训练模拟中心 让各级指挥员更加真实的体验到 现代作战的过程 解决两个能力不够的问题 其次加速小平化 让最强大佬随军而动 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 ISC2017国际高性能计算机大会上 国家超级计算机无锡中心 还宣布了一条重磅消息 搭载国产综合处理器的小型化工作站 三维micro也研制成功 神维小型机的发布标志着 搭载国产综合处理器的超算平台 成功实现了小型化与定制化 而且可以根据用户应用的需求定制 上述目标一旦实现 移动指挥锁 单车 单舰 单炮 甚至单兵搭载小型计算机 成为了可能 这意味着中国的国防将实现颠覆性变革 将以更快的方式改变现代性计划战争样式 再次加强多样化 让最强大佬为国防基础工程奠基 当前超级计算机主要用于核武器模拟 国家信息安全 航空航天 气候气象 海洋环境 数值风动 碰撞仿真 材料科学 空气动力学 生物信息学 分子动力学模拟 量子化学计算 基因研究等领域 这些领域无一不与国防安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举个例子 国防C919大型科技的设计 有一部分就是在神威太湖之光上完成了模拟过程 雄关漫道 真如铁 而今卖步从头越 中国国防是全民国防 我们期待在超级计算机领域 进行一场深度的军民融合 利用世界最强大佬 打造世界一流强军